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10月29日顶达雅加达 这是他对四个亚洲国家访问的最后一站 在印尼访问期间 蓬佩奥与总统佐科威和外交部长雷特诺进行了会晤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随专机的采访报道 双方同意出境在卫生领域的合作 佐科威感谢美国政府在新冠病毒传播期间与印尼的合作 其中包括为印尼提供1000台呼吸机 并重申了建立国家和地区卫生抵御能力的重要性 因为美国可以在支持这些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美加强经济合作 特别是加强全球购益联合加快经济复苏 此外佐科威再次强调了不会致事实的重要性 这不仅给印尼 也是给美国企业带来了好处 他也鼓励美国企业在印尼增加投资 包括在印尼的纳图纳群岛等多个项目 蓬佩奥的南亚之行 是美国推动一个自由与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最新努力 经济了一段时间 也是美国的石油 必须在暴力上的空间 这些冬季被冻アップ 然后其中的意外 感谢观看